他們接到教室 嘉南由李大學特別跟夢露節目合作 基本就是五位大聲講的外面 讓書先生勇敢來表達自己的心意 你現場除了讓學生向老師來表達感謝以外 當然也讓大家賺個機會來講出自己的心理會 度過快樂和溫馨的一天 學生來到舞台上手機的麥克 向台下的同學講出自己的心理想法 這時間由李大學的學生議會各辦的外面 透過跟夢露節目合作 今晚有的大聲講的教室在外面 合作大家表達自己的心意 因為我們這次活動是結合教師節的活動 那跟YP合作一起上學吧 校園大社會來學校做這個節目 那希望就是吸引五專生跟大學生 就是我們學校的學生 然後更勇敢的說出自己的內心話 然後提升同學參與課後活動的踴躍度 這段總共合作上千人參加 除了中台說出新來位 現場安排學生散會給老師 感謝他們的心得 我們教師節活動舉辦到現在已經算是第四屆 然後呢我們這一次的學生會跟學生議會 非常有創意 然後結合這個Youtube 大家一起上學去 然後有話大聲說的企劃活動 然後呢號召了將近 老師跟學生將近大概有一千人左右 然後呢學生大聲對老師說出 他們對老師的一些教師節的祝福 然後拉近學生跟老師之間的關係 每一日全台學生都賺機會 公出自己心愛的相反 除了讓殘屋的書生都留下難忘的回憶 要是讓大家賺過一個趣味的教師節 記者告別人就哭成不得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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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